大家好,今集會講到關於免疫方面的問題 我們剛才在那一集裡面 我們都會提到關於症虛、症氣不足 是一些什麼情況呢? 有時有一個脾胃的虛弱 又或者是可以甚至在一個視像上看到 反映到你的身體好不好 我這裡就準備了一些圖給大家看看 譬如說,如果那個視像是比較淡白 都要留意了 可能是身體上的氣血比較差、弱一點 有些人甚至那個舌頭 這個是淡白 你看到旁邊的腹是比較紅一點 所以很明顯是一個對比 看到這個是淡色一點 反映一定程度上的靜氣虛弱 當然我們要再詳細一點 例如把脈、紋疹 看看它是什麼 哪個狀腑、氣血的虛弱 但例如大體來說 如果它是比較淡白的 有那個胎的 而胎呢 有些人如果厚的話 都要看濕多不多 如果這裡有些痴癮 也要看看會不會是一個脾胃的虛弱 在這方面就是關於蝕像方面的補充 另外我們也會提到 其實有一些食療 其實都幫助到 令到你身體如果真的氣血弱一點 是有幫助的 例如我們說清朝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八真膏 那這方面的膏 怎樣做、製作 遲些我都會放在Facebook網頁 給大家看看 其實成份主要就是一些心 例如黨心 來代替人心也可以的 復靈、白術、甘草、當歸、村公、白灼 這一類的 養血、養氣 就可以令到一些氣血量虛的人 提升氣血的情況 讓它們不要那麼虛弱 如果吃完之後 可能在蝕像上都會看到 就會比較紅潤一點 就不會那麼坦白了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